第十集 齊仲千字文 第十集 齊仲千字文 第十集 齊仲千字文 今天由溫老師為大家講解 今天由溫老師為大家講解 請大家將千字文 回到第二十頁 不如現在先聽 溫老師朗讀一次 空谷傳聲 虛唐集聽 禍恩惡跡 復元善慶 赤壁飛寶 串音示敬 好了 不知道同學有沒有試過在空洞房間 或者在山洞裡講話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經歷過以下這兩位同學的 經驗呢? 喂喂 你好嗎? 你好嗎? 榮謙 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在這裡試試在山洞裡叫 看看會不會有人回應 原來是真的 我想跟他做朋友 你傻嗎? 那聲是你自己的 這些叫做回聲 只要你身處空曠的地方 例如山谷、空房 就可以聽到回聲 哦 簡直是跟今次千字文一樣 空谷傳聲 虛唐集聽 即是在空曠的山谷裡講話 原來聲音會回蕩 即是回聲 而虛唐的意思 即是知空的房子 虛唐集聽 即是在空曠的屋子裡講話 亦都會得到回聲 和恩惡即 福元善興 和 即是災禍 災禍降臨 是因為自己做得壞事太多 而福 即是複雜 亦都即是好事 當複雜降臨 即是自己落善浩斯的回報 嗯 那這兩句 就和前面那兩句說 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 前後四句在意思上 其實是緊密連接的 空谷傳聲 虛唐集聽 就好像自己在山谷裡大叫 聽到的都是自己的回聲 就好比你的災禍降臨 都是因為自己做的壞事太多 就指人的福和禍 都是自己招來的 嗯 溫老師又想問一下你們一個問題 你們認為 什麼才是真正的珍寶呢 大家都想一想 是金錢 跑車 還是一些金錢珠寶呢 還是一些金錢珠寶呢 而這篇千字文裡面提到 赤壁非寶 串陰是勁 壁 即是壁肉 即是一尺長的壁肉 亦都不算是真正的真寶 好 相反陰 即是光陰 如果我們能夠爭取每分每秒的光陰 去培養良好的品德 才是值得我們去重視的 以上這幾個千字文 我相信同學都應該理解 不如現在跟溫老師一句一句地朗讀一次 一句一句地朗讀一次 赤壁非寶 串陰是勁 相信同學今天都明白了這篇千字文的意思 不如現在同學拿支筆出來 一齊圈回你的理解指數和喜愛指數 溫老師都提提你 記得要簽署後面的分享表 今天千字文的時間來到這裏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